欢迎收听长篇小说 载质天下 心意十九 演播 鱼洋 哗的一声 王安里从水中抬起手招了招 一名侍女随即递上一块热毛巾 给她敷在脸上 又跪伏在她脑后 食指如春葱 在王安里的头顶上 按摩起来 另一侧 一位容貌千娇百媚 身材玲珑浮屠的金发胡姬 身着一件单薄透明的沙衣 修长笔直的双腿 跨过玉尺的边界 缓步走进池里 沙衣如花一般绽放在水中 湿润的金发垂在风银如玉的胸口 她蹲跪着 为王安里轻轻擦洗起来 王安里静静的享受着日常 也只有在京城中才能有如此香艳的服饰 在京外不缺美女也能汽起浴池 但能够安装好包括锅炉在内的整套浴室水路系统的工架 却是凤毛麟角 稀少的找不到 想要在京师时这般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到泡澡的乐趣 付出的代价至少是京中的五倍十倍 王安里单手搂着胡姬 缓缓地在他身上摩擦揉捏着 在水中本来有些粗糙的肌肤却也变得细滑柔腻起来 柔软的身躯随着王安里的动作不时的微微颤动 水声缠缠 娇柔的喘息声在耳边忽轻忽重地响着 动人处宛如鲜月 王安里一边挑弄 让声音时而高亢 时而低晚 一边却在响 议会里面蠢货不少 但也不是没有聪明的人 不可能不清楚 新闻审查 衙门设立之后 并不一定会维护议会的名誉 如果他们想要在议案中 对此加以明确和限制 那么整个议案都有被作废的可能 议会通过的议案并不一定都能在都堂那边得到通过 很有可能被驳回 其实大议会的地位被设计的就跟皇帝一样 皇帝的诏遇 必须经过中书门下的全体成员牵押之后 才能颁布执行 绕过中书门下的宗旨 大臣说顶就顶了 皇帝除了日后找叉出气 当面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而大议会的决议案也是一样 议案下达都堂之后 由都堂决定是否施行 如果有不合益处 会指出风波回去 议会要对都堂的回复进行审核和修改 表决通过之后再次发往都堂 同一议案若是三次被驳回 那么就以作废处理 而大议会若始终与朝廷过不去 议政会议有权在全票通过的情况下 解散本届议会重新开始选举 正如伊尹放太甲于同工 或光废海昏猴那般 王安里在毛巾下闷闷的发出了一声冷笑 给他按摩和擦洗的两堆御手 同时停了下来 王安里轻轻拍了拍 充满弹性的臀部 示意他们继续下去 韩刚涉及议会制度的时候 说他没用心也好 说他借鉴了也好 反正议会的权柄和作用 越看越像是皇帝 让代表天下一万离数的八百亿元 来代替皇帝向都堂发号施令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天才的主意 民心即天心 民意即天意 谁可在州亦可复州 即使是皇帝也拧不过天下臣民 若是逆民心而动 那是独夫 不是皇帝 天下人可共讨之 正如孟子说过的话 五王伐咒只闻诸义独夫 不闻弑君也 有了代表万民的大议会 皇帝就可以放一边了 这是王安礼和他几个朋友 在仔细了解过大议会制度之后 共同的看法 正所谓郑尤宰相 既则寡人 大议会和都堂运转顺利的情况下 皇帝闲语不消 都没有什么区别了 甚至祭祀都不一定要皇帝出面 天地设计明堂的大计都可以让人代理 皇帝锤拱也好 袖手也罢 坐着躺着都对天下没有影响 如今的这位皇帝是被钉死了 他本人也不知是韬光隐晦 还是自暴自弃 整日里写写画画 但天下太平日子就这么过了整整十年 不虚幽据西贼北鲁 边境上只有官军开疆拓土的消息 却从无割地失土的新闻 去年年终过来的大战捷报接连而至 连百年来的大敌都快要被灭了 民间的生活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皇帝在与不在又有什么区别呢 说起来太后也真放得下 如今手握天子之权的是太后 议会和督唐剥夺了天子权柄 等于是太后为人架空了 不过即便放不下 从宰相手里把权柄争回来 又能怎么样呢 日后传给他的好儿子吗 莫说没有象家活路 连太后他本人应有的尊荣都不会有 赐以恶赐 剥夺尊号 都是可以想见 风骨扬灰也不是不可能 不对 哗啦一声 王安里猛地从水中坐了起来 两名侍女惊吓得连忙请罪 王安里不耐烦地摆摆手 让他们退下 心中盘缓着 太后要避免这种结局 绝不可能维持现状下去 韩刚和张顿都不会 只是位居于弑君之名 天子从未亲政 昏庸又无从谈起 弑父之说过去没有追究 现在更不可能追究 那么在相们怎么能在避开恶名的情况下 解决皇帝这个问题呢 大议会的出现 韩刚的提议 张顿的默认 其他财富全无反对之声 或许就是解决问题的尝试 王安里紧皱着眉 心中犹豫着 要不要去见一见他的侄孙女呢 冬日的葡萄弥足珍贵 而春日的葡萄在京师里更是寻常人 无从一见的真品 但陈良才还有其他近两百位议员的面前 都摆着一小盘泛着水光的紫色葡萄 天青色的瓷盘上 葡萄苛刻如紫色珍珠 虽只有七八粒 却也极为难得 看起来议会得到的拨款着实不少 竟能够给议员们准备上 温室里长出的反季节的水果 陈良才在主席台上 甚至看见有好几位议员 甚至舍不得吃 准备用旱金包起来 藏进袖子里 带回家里去 不过大部分议员 都没有去管什么老十字的葡萄 都还沉浸在 之前田育发下去的草案上 陈良才低头看了看桌上 摊开的草案 远比他的提案要厚上不少 字数更多 页数更多 而内容则更加让人惊骇 对于大议会 有许多人始终是不以为然的 觉得有朝廷在就足够了 何必叠床架铺 本来就是 冗官冗兵冗费 三冗压着朝廷才记喘不过气来 好不容易有了几年好的时光 又觉得钱多得烧得慌 弄出几千几万的议员来 现议员一个月都能有一贯钱 一弹米 春秋换季 冬夏寒暑 都有衣料和冰炭的几缝 而周议员就更多了一倍 至于国会议员都赶得上通判了 而最近大议会被渲染成闹剧的集中地 内城的新把子 每天上演参军系的新相棚 嬉闹遍地 丑角横行 更加让那种不以为然变成了否定的认知 陈良才就只想着为大议会证明 给污蔑议员们的窝着小报一点颜色看看 更进一步 也不过是一劳永逸地解决新闻报刊 对大议会的骚扰 他从来也没有想过 会有人敢把大议会被赋予的权利发挥到十二分 全然不把小报放在心上 而直指天下 皇帝还是天子 只要田玉的这个议案通过 皇帝日后都得在议会面前俯首 初看到此案时 陈良才的心脏就剧烈地跳动起来 这实在是太惊人 太可怕的一个议案 不过此议案一出 恐怕比踢了老虎屁股还要严重 带来的反扑 恐怕幕后支持的宰相 亦难以压得住阵脚 相行之下 他的新闻审查法案 只不过是捅了一个老旧的蜂窝 几只马封出来嗡嗡叫一阵 根本算不得什么威胁 这肯定是重点议案 或者叫做核心议案 必须要有议员总数的5% 也就是41名议员联名提案 才能列入议题 而陈良才已经在小册子的第二页 找到了这总计已达55位议员的名讳 这些提案者除了田瑜一人之外 全都在下面坐着 大部分似乎还在为身边的议员解释草案中的内容 这么多人参与到草案编定中 而且不是一日两日 只看里面的内容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起草和修改 甚至应该早在大议会召开之前 就已经在着手准备提案了 但陈良才一点口风都没有听到过 虽然他也是韩党议员之一 可他这个滋望浅薄的成员就完完全全被排除在外 直至此刻 果然还是不够资格 陈良才想 虽然没有被视为派系内最为核心的一份子 但他一点不快的心情都没有 陈良才最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 是不可能那么容易的就得到甜于乃至更上位的韩系成员们的认同 但今日之后 有了新闻审查法案打底与核心成员的距离 可就更近了许多 河北厅中嘻嘻缩缩的议论声一直没有停止 陈良才在上面冷眼看着 还要记忆什么呢 这种事需要的只是胆量 不只要有不是太愚笨的头脑就够了 毕竟甜于拿出来的议案根本不可能是他一亿人独断 也不会是55名议员商讨的结果 而必然是来自更高层的意志 韩刚张顿乃至与其他财富都达成了协议 才会真正把这个议题摆上台面 让大议会充当门面上的工具 只要想通了这一点 那么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更不必多费口舌去讨论了 只要到时候举手表决便可以了 强角的坐钟 纷针指向了最上方整点的位置 清脆的爆石声随即响起 一声一声打断了厅中的议论声 天鱼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圆圆的金属物件 白银的外壳闪闪发亮 最上面一个按钮扣着一只小银环 小银环上连着一条细细的银链挂在衣巾内的搭帆上 天鱼按了一下按钮 上半部的外壳一下弹开 露出里面的圆形玻璃 这是当今世上最为精巧的机器 由数百个比米粒更小的金属零件构成 只有顶尖的工匠 才能打造出如此精巧的计时器件 据说被宰相亲自起名 叫做怀表 陈良才只在天鱼手上见到过 最早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是何物 听人介绍之后才知道是计时用具 微缩后的坐钟 时候差不多了 天鱼看着怀表上的指针 就差两分钟 随着天鱼的话语声 一道气笛长鸣 一回大楼内部通知会议的信号 新一天的大会要召开了 天鱼起身 气笛声中用力敲了敲桌子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天鱼拿起了草案文本 对众人扬起提高了音量 对此案可有人还有意见呢 现在尽快说 没有人回答 都没有了吗 天鱼又问了一遍 还是没有人开口 那好 这是今天的第一号议案 天鱼决断的说道 又扭头看了一眼陈良才 陈良才议员的新闻审查法案 是我们今天要推动的第二号议案 还请诸位用心 齐齐的硬鹤声仿佛在说明韩西议员们的奇心 那么走吧 天鱼领头而行 一行议员鱼冠而出 回到大唐侧门处 一条人流迎面而来 也是上百人的队伍 走在最前的议员姓张 出身福建 就是张系议员们的首脑 天鱼和对面的张议员向互点头致意 一人向左 一人向右 一同转身向前 肩并肩 一起汇入了空间 雄阔宏大的大会堂中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扬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植天下 新意十九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新意二十